这个家伙胆子胆子那么小你看 那么长 跑到厕所里面寄来 又是我们的老书人黑眉紧舌 啊没读的怎么又来钻厕所了 是想找老三还是老黄啊 视频看起来比较模糊 咱们放大一下 隐约可以看到嘴巴这里有虎纹 这是滑鼠舌的典型特征 再结合露出来的细长颈部 可以推断舌的整体也是比较细长的 所以这肯定是一条滑鼠舌 没读的 正宗五不识啊 五不识 别打了 这很读的 以后 看到这种蛇离它远一点 尽量不要近距离接触 记住了啊 这是叫五不识 三脚头的 哥们在这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理由本是把它头亮出来 让大伙看看到底是不是三脚型的 这条蛇的花纹相当明显 是一条玉斑利蛇 俗称美女蛇 美独的 它的头也不是三脚型 而是标准的椭圆形 所以它拍摄的时候 一直不敢把头露出来 这是一条缅甸网 吃饱了饭再过马路 不如我来配个音吧 诶 这是啥东西我看看 看啥子看 你看过帅哥走路吗 大哥你那么的快点 我赶时间 不要慌 我很快都爬过去了 哎呀我记得回去看龙牙的视频的嘛 你也看龙牙的视频啊 咋子嘛 我以为你也看嘛 对呀我起起都看 诶 我也是 我最喜欢看龙牙的视频了 好看惨了 每个视频都要三连 那我怕快点让你嘛 要得 这条黑的是墨西哥黑王蛇 有食蛇性的 另外一条正在被暴打的是虎班警巢蛇 你可能觉得这条虎班警巢蛇死定了 但是 据当事人回忆 这条墨西哥黑王蛇想吞虎班警巢蛇 没吞下去 一个小时后竟然死掉了 显然 它是被毒死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虎班警巢蛇 全程都被控制 根本没有反咬过黑王 那这条黑王是怎么中毒的呢 诶 你们是不是忘了 虎班警巢蛇的警备 不由警备线啊 虎班的警备线可是连猫都能毒死的 墨西哥黑王蛇又是外国蛇 压根没见过虎班的警备线 自然也没有相应的抗毒能力 被毒死了也是情理之中 第六名 眼镜王蛇毒素 这种蛇毒直接喝下去 屁事没有 但是一旦它接触到你的伤口 进入你的血液里 那你就玩毒子了 它会导致人体内器官出血 呼吸系统和大脑衰竭 让中毒者在痛苦中死去 毒性评估 一刻可以杀死一万五千人 这个一刻杀死一万五千个人的描述 我怎么这么眼熟呢 我们去搜一下啊 哦 这不是黄金剑毒啊的描述吗 什么时候按到眼镜王蛇头上了 眼镜王蛇狂喜啊 在营销号眼里一直是毒性单位 今天终于流逼了一把 那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眼镜王蛇的人质量估值为12毫克 所以一刻眼镜王蛇毒液 大概只能杀死83个人 与描述相差甚远 那黄金剑毒蛙呢 作为这个描述的本尊 一刻黄金剑毒蛙毒液 真的能毒死一万五千人吗 我之前在《毒液杀杀力》中讲过 黄金剑毒蛙含有一种名为 剑毒蛙茧的生物剑神经毒 是毒性最强的动物毒素之一 保守估计只需0.1毫克 就可自然死亡 所以一刻剑毒蛙茧 是可以毒死一万人的 但一只黄金剑毒蛙体内 只含有一毫克剑毒蛙茧 想要凑齐一刻 得耗费一千只黄金剑毒蛙 南环章鱼应该都很熟悉了吧 它含有河豚毒素 并且是自然界少有的人 主度把河豚毒素用来注射的 河豚毒素也是纳粒子通道神经毒 与纳通道的未点一结合 组织纳通道 毒性极强 在注射的情况下 只需微量毒素就可制人死亡 不过南环章鱼的河豚毒素含量并不高 一般来说是无法几分钟制人死亡的 但可以几十分钟制死 这是拓蛇 虽然它长得跟眼镜蛇几乎一毛一样 但其实它不是眼镜蛇 而是单独的拓蛇属的 这种蛇就厉害了 它可以像喷毒眼镜蛇一样喷毒 喷毒技术也是相当厉害 在一项喷毒技术大比拼的研究中 拓蛇的平均喷毒距离达到了两米 虽然比不上两种非洲喷毒眼镜蛇 但比亚泽的中南半岛喷毒眼镜蛇厉害得多 除此之外 拓蛇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影帝 装死技能Max 你看它在往地上一躺 躲避针 看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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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这人把它掀过来 你都不知道它是装的 这是中国小投手 没毒的不用怕 这种蛇喜欢吃爬行动物的卵 这是剑笔水蛇 是一种厚钩牙微毒蛇 它有个俗名叫钓鱼蛇 顾名思义 这种蛇喜欢吃鱼 并且有这套独特的捕鱼技巧 它的处区是一种敏感的机械感受器 能感知附近的水运动 在与视觉线索结合 可以精准地判断鱼的位置 在狩猎时 剑笔水蛇会摆出根形姿势 隐蔽地等待鱼而靠近 在鱼进入头鱼身体间的凹躯时进行攻击 它的攻击手段也是非同凡响 它会先移动它的身体 让鱼误以为身体对其攻击 触发逃跑反应 随之向头部移动 正中下怀 整个瞬间速度非常快 我愿称之为捕鱼大师 据网上资料显示 一个司机在挖土方时 挖出了这条16米长的巨蛇 当即就被吓死在了挖掘机里 人家司机不是在后面好好坐着吗 哪里被吓死了 但当一起工作的工友赶到的时候 这条巨蛇已经消失无踪了 它工友不是就在边上吗 是那么正消失了 还有啊 这条蛇不是已经死掉了吗 你看身体都贪软了 并且还附有一张非常有证据性的照片 不过有不少网友觉得 这是PS的 这个事件的真实性非常不可靠 还请大家明辨真假 这张图以前还火贵一段时间 都说这条蟒蛇有16米 17米 真的有这么长吗 很多人都是把后面挖机上站的人 作为残着物 这样一对比 这条蛇看起来确实有个十几米 国外甚至有哥们直接撇了个对比图 并得出这条蛇有18米的结论 不是我说 这里一共就7倍 就算这个人有2米 也才14米啊 我是搞不懂他怎么算出18米的 这些展现不谈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这俩完全不在一个平面上啊 蛇离尽头更近 人离尽头更远 那人当参照物真的大丈夫吗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这是两条十余腹 相同的拍摄角度 蛇与人的相对大小的差不多 乍一看会以为这两条蛇一样大 然而事实上 左边这条蛇长度为1.2米 右边这条只有0.6米 足足一倍的差距 为什么看起来差不多呢 仔细观察两人的拿蛇姿势 右边这个人直直地撑着蛇沟 明显离蛇更远 两人根本不在一个平面 所以你用人当参照物就会显大 同理这张图片里唯一可以用来做参照物的是这个蛇鸡的蛇斗 它们才是同一平面的 有没有懂蛇鸡的可以看一下 这种型号的蛇鸡 残斗一般有多宽 我感觉这蛇鸡比较小 残斗不是很大 舍的长度应该不会超过7米 好了 保持经货之心 看到舍一调远离 你的点赞投币就是对我的鼓励 关注我 学习长冲小知识 拜拜